香港警方近日宣布 为提高行人的道路安全意识 并减少交通伤亡事故 将展开全港范围的大型执法行动 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不遵守交通信号灯 攀越或穿越道路隔离设施 以及在过马路时疏忽大意的行人 违规者将面临最高2000港元的罚款 行人安全一直是城市交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在繁忙的都市如香港 大量的行人与车辆交织在一起 如何确保每一个人的安全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近年来 由于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交通事故逐渐增多 这也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除了加强执法外 警方还计划在港九新界的25个指定地点 进行行人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教育他们正确安全地过马路 此外 警方还将与市民进行互动 通过发放宣传贴纸来鼓励或提醒市民遵守交通规则 交通安全不仅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还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经济繁荣 频繁的交通事故不仅会导致人员伤亡 还会影响交通流畅 进而影响商业活动和旅游业 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其经济繁荣与交通安全息息相关 香港警方此次的执法行动显示了其对行人安全的高度重视 通过法律与教育双管齐下的方式 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这不仅能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还能为香港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